有时候体育比赛它就像我们小时候邻里之间所玩的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游戏 邻里之间的一种和谐的一种环境就有我们那些年轻人 特别是那些孩子通过游戏所展现出了那些林林般的欢笑声 嬉戏声 而影响到整个社区 使整个社区弥漫的一种非常开心 向往 和谐的气氛 而父辈们就会站在可能窗口下看着我们去玩那些游戏 体育比赛等等等等 这也是体育 我相信在我们的国际交流中 在我们一带一路的交流中会发挥巨大的一个作用 我也真心的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体育比赛在我们的国际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谢谢大家